这个蒋万安倒是很奇怪 现在每一个参选人 写了书都会被人家挖出来 除了论文以外就是书了 这一本蒋万安台北万安 我发现他的那个竞争总部应该都有 第46页被黄彭孝找出了一个很奇怪的makeup 这个时间点有什么诡异的地方吗 先感谢彭孝大哥 也感谢左冠婷 因为有两本书现在正当红 一个是蒋万安的台北万安 另外一个什么面试郭台铭吗 我是没多美国时间或者花钱去看这个 但是感谢有彭孝哥跟卓冠婷 开读书会帮大家导读 只要划重点告诉大家争议在哪里就好了 昨天我们的重点 北一女一对齐对吧 之前还有一大堆吃芒果等等 但是为卓冠婷还有彭孝哥 宇超老师这个线上 待会爱心也可以一起刷一下 刚才我们刷过绣经了 你彭孝哥告诉大家时间点怎么这么诡异 但愿一切都是 都是这么巧合 什么意思呢 14年2月18号 蒋校颜座上习近平特色的家业 开什么玩笑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上 到家里吃家业 连马英九都没有这样条件 还不是因为理性蒋吗 中国人或是在现在的中共统治下 对什么台湾人最熟悉 就蒋介石跟蒋经国嘛 听说有个台湾来的 是蒋经国的私生子 蛮有趣的嘛 知名度高 而且统战价值呢 CP值特高 是这个 接下来吃完饭之后呢 蒋万安回台开法律事务所 接下来蒋万安 彭教大哥昨天跟我同台 我说你怎么知道 没有没有我有读书啊 是万安自己在46页 不小心漏了线嘛 蒋万安在上海决定参选立委 时间序列哦 都是这么的工程 接下来呢 蒋万安第一次当选立委 接下来呢 蒋万安呢 也非常支持双城论坛 接下来呢 蒋万安独排众议呢 支持夏立言反中 这是一个归纳的逻辑 你可以说啦 黄彭教的归纳 基本上有问题 但是你提出反证啊 为什么有这样的时间序列 所以彭教大哥就讲 这种巧合哦 就想到我们所认识的 CSS的这个资深顾问 葛来仪的警告 中国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 在台湾内部寻求 潜在合作的对象 不要说是台面上这些啦 柯文哲啦 或是呢 这些买伴们 蒋万安极有可能 是中国合作的对象 寻找的 彭教大哥这样讲会被告 不会 各位都看过周星的电影吧 我推论一下 总可以吧 而且呢 我是有所本的 石板明夫又来了 我兄弟又出现了 一再提醒我们 台湾民主化 中国 中国没有缺席过任何场选战 叫戒选嘛 中国必定会用各种手段干预 年底的地方选举 好 讲到干预 很快的 这看起来好像没关系 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 就已经回来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我觉得画上很大问号 韩国有没有讲万安的合体 我认为几率不高 为什么 这涉及只有国民党内部才懂的 省级的阶级意识 韩国有没有到处真的可以 刮起旋风是什么 我是低级外省人 我是眷村长大 我是庶民起义 你们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要夺的权 不是只有名将有基因 还包含国民党内部的 什么意思呢 高高在上 上流社会 以讲家为主的 讲万安再怎么忙 难道不知道韩国瑜的想法吗 讲万安把韩国瑜找来 就让自己的形象破功嘛 讲万安把韩国瑜找来 就遂逐了韩国瑜在台北市 批判蒋万安的力道嘛 所以呢 韩国瑜会被放到这台 韩国瑜是很响啦 但蒋万安啊 会不会奔到这种地步 我认为大可不必 而蒋万安对政策可能不太熟悉 但是呢 深知宫廷斗争之巧妙 怎么可能呢 隐囊入室呢 最后讲 韩国瑜这次回来 起手是非常多哦 昨天开玩笑 他在特定的选区 有没有影响力 有的 开玩笑 一瓶酒签个名 一坛酒签个名 20万耶 20万哦 但是昨天这场合 我点名给大家听 高金树梅啦 红秀柱啦 王洪威啦 这根本就是同温层的握手会嘛 每个人呢 基本上呢 都可以互相取乃 高金树梅说 我是你的好钱 韩国瑜说呢 大家都是一个小家庭 然后呢 王洪威呢 基本上募款能力呢 有韩国瑜加持 都非常非常厉害 这是韩国瑜的起手势 待会啊 于将军讲 这个呢 桃园的部分 做我讲 哎 要跟柯斯珍同台呢 有几个尴尬 柯斯珍不知道 翻几十百眼 只要再讲 又白又美呢 这个 这个小腿 柯斯珍可能又要翻白眼 第二个是啊 其实高雄的这些蓝绿议员啊 对韩国瑜有爱有恨 那些韩本议员呢 心中想 好啦好啦好啦 你要回来救我 可是呢 有很多议员 我点名啊 像邱于轩啊 白乔英啊 白乔英是候选人啊 宋立冰啊 这些人 很多根本上次 搭韩国瑜的热潮 才不小心地 掉车为选上 韩国瑜基本上 仇恨值在高雄 一定最高啊 如果帮这些人站台 帮柯斯珍站台 谁最高兴 民进党的小鸡们最高兴 因为陈其迈现在在冷处理 跟柯斯珍的选战嘛 那么议员没有话题啊 现在民进党的新人们 不分各派系 看到韩国瑜 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为什么 因为就直接啊 拿韩国议题 跟韩本议员捉刀厮杀 所以呢 这是韩国瑜在高雄的 另外的效应啊 其实这个黄鹏啸大哥的逻辑 还有一段 他其实是说 为什么要找一个 潜在的合作对象 说中国 因为呢 近期包括你看马英九也好 阿别也好 都是当过台北市长 马上就去当总统 基本上就是一条 很顺的路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 吃过家宴之后 马上 在2月 2月中才吃 3月马上开事务所 3月27号就决定参选立委了 如果这么巧 是不是有了对岸的同意 我套用雨晓老师的话 这个都是推论 所以宇宙中是不是有巧合呢 可以继续看下去 谢谢 好